大家好,欢迎光临毛儿首作 今天我们来学习这款衣服的编织方法 这款衣服用到的线材是毛儿家的千絮三股加云端一股 用到的编织工具有9号、10号磅针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用到的针法符号 一个空格表示下针 一根横线表示上针 空心的圆圈表示空夹针 向入字的符号表示左上两针并一针 向人字的符号表示右上两针并一针 中间一根竖线这个符号表示中上三针并一针 一根竖线右边一个斜线表示右加针 一根竖线左边一个斜线表示左加针 最后这两个大V字形的符号表示银反鞭织 认识了针法符号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件衣服的整体图解 起针分别编织后身片和左右两个前身片 身片比总长度少4厘米 织好之后缝合腋下一身暂停备用 然后分别编织两个连尖片 直到规定长度后暂停 先不断线缝合连尖片和前后身片 完成之后用连尖片的线头继续挑针编织袖子 然后用小号针挑门筋 制单螺纹花样4厘米 注意在右门筋上要均匀的留下扣眼 最后挑织领口编织3厘米单螺纹花样 在我们正式编织之前 我们需要织一个10厘米乘10厘米的小样 来测量密度 因为每个人的手近不同 编织密度也不同 如果编织密度和图解中所示的密度一致 可直接照搬教程 如果不一样 大家可以自己调节帧号或者手近 来达到图解中的密度 或者自行计算帧数通过改变帧数和黄数的方法 达到自己所需要的尺寸 这件衣服的花样密度为 10厘米乘10厘米 等于25.5厘乘34行 乘1尺寸为 A码1长48厘米 胸为100厘米 B码1长50厘米 胸为108厘米 注意我们详细图解是A码 教学视频是B码 现在就来开始编织 我们先来编织厚片 拿出线 这里用到的是千绪三股 加云端一股合股来编织 预留大约10厘米长的线头 将它在食指上绕一圈 绕过来 然后从这个线圈中间掏出来 打一个活结 把这个线圈穿入到10号棒针的一端 然后拉紧 这样就算作是我们底边起针的第一针 我们后片第一针算作是一个下针 接下来要起一个上针 右手张开 将线在小拇指上绕一圈绕上来 挂在食指上 然后握住棒针 将棒针放在线的下面 从右向左 从刚才这个线圈中间穿入 挑一根线 穿过来 然后右手食指带线 在右棒针上绕一圈 向后推出去 把这个线圈拉大 针尖对针尖的挂在左棒针上 这样就起好了一个上针 这里算作是第二针 接下来第三针 起下针 右棒针从刚才的第一针和第二针 这两针中间的缝隙穿入 把第二针这两根线都挑起来 然后食指带线 在右棒针上面绕一圈 绕到两根棒针的中间 向前挑出来 把这个线圈拉大 转一下 从后面把线圈套在左棒针上 这样就起好了第三针 这是一个下针 接下来第四针需要起一个上针 把针放在线的下面 从后面 挑起来第三针的两根线 也就是从第二针和第三针 中间的缝隙入针 然后食指带线 在右棒针上绕一圈 向后挑出去 针尖对针尖的挂在左棒针上 这样就起好了第四针上针 接下来后面的起针方法 都和我们第三针 第四针的方法一样 一下一上交替起针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五针下针 从第三针和第四针 两针中间的缝隙入针 调两根线 然后线绕上来 挑出来 扭一下从后面挂在左棒针上 起好第五针 把针放在线的下面 从后面第四针和第五针的缝隙入针 调两根线 线绕过去 向后挑出去 针尖对针尖的挂在左棒针上 接下来第七针 从前向后 从缝隙穿过去 线绕上来 调出来 扭一下 从后面挂在左棒针上 针放在线下面 从后面缝隙入针 调两根线 绕线向后调出去 针尖对针尖挂上来 这就是我们上针的织法 接下来就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来起针 下针从前面入针 上针从后面入针 都是穿入到前两针的缝隙里面 起到137针 137针 这里是一个下针 我们138针 最后一针再织一个下针 起针就完成了 现在我们开始编织单轮文花样 第一行第一针和第二针都要织成下针 下针的织法 右棒针 从左棒针上第一针 左边传入 挑一根线 穿到这个线圈的中间 然后带线挑出来 这时候注意要把线圈拖下去 这样就完成一个下针 第二针同样的方法 从左边入针 挑一根线 从线圈中间穿过来 带线 挑出来 脱下线圈 完成第二个下针 接下来第三针要织一个上针 把线绕上来 右棒针从第三针这个线圈的中间入针 挑一根线 绕线 向后挑出去 脱下线圈 这样就是一个上针 线绕下去 第四针之下针 从左边入针挑一根线 挑出来脱下线圈 完成第四针 然后线绕上来 第五针之上针 从右向左 挑一根线 向后挑出去 脱下线圈 这样就是一个上针 接下来继续 线绕下去 直一个下针 线绕上来 直上针 绕下去 直下针 绕上来 上针 接下来就是一下一上 交替变织 织完左棒针上所有的针目 最后一针是一个下针 把第一行织完之后 翻转织物 翻到织物的反面 我们来织第二行 第二行 第一针织上针 第二针下针 第三针上针 一上一下这样交替变织 最后两针都织成上针 第二行就织完了 接下来翻转织物 来到正面 我们注意看一下 在正面的时候 线头是在织物的左边 接下来大家就继续向上编织 在正面 也就是单束行 织法和刚才的第一行 完全一样 在双束行 也就是反面行 织法和刚才的第二行 完全一样 织出来的效果就是 在正面行前两针都是下针 后面全部是上下针交替编织 这就是我们底边 单轮纹花样的编织方法 接下来大家就继续向上编织 先织完第二十一行 现在我已经织完了 二十一行的单轮纹花样 接下来第二十二行 翻到背面 这一行不再编织 单轮纹花样 全部不加不减织上针 把这一行织完 现在我已经织完了第二十二行 这一行织完之后 我们后片的底边就织好了 底边完成之后 接下来我们继续向上编织 正深部分 这部分用九号针来编织 正深部分要编织花样A 行数要从第一行开始计算 直接用这个九号针来织 第一行第一针织一个下针 第二针是一个右上两针并一针 用右棒针以织下针的方式 调下第一针不织 然后第二针 织一个下针 再用左棒针把第一针调下来 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右上两针并一针 接下来是两个空夹针 直接把线绕上来 这样是一个空夹针 再绕一圈两个空夹针 接下来是中上三针并一针 用右棒针 同时调下左棒针上 第一针和第二针 前面这根线以织下针的方式 调下来不织 然后第三针织一个下针 再用左棒针把前面的这两针调下来 这样就完成了一针 中上三针并一针 接下来又是两个空夹针 一二绕两圈 一个中上三针并一针 前两针以织下针的方式 同时调下来不织 第三针织下针 再把前两个线圈调回来 接下来两个空夹针 一圈两圈 然后中上三针并一针 前两针调下来不织 第三针织一个下针 再把前两针调下来 然后又是两个空夹针 一个中上三针并一针 两个空夹针 一个中上三针并一针 大家就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向后编织 织到最后剩余三针的位置 直到剩余三针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个空夹针 然后是一个左上两针并一针 用右棒针同时调起左棒针上前两针 前面这个线圈 然后织一个下针 最后的一针织成下针 那么我们第一行就织完了 翻到反面 这时候把十号针替换下来 第二行先织三针上针 一 二 三 注意这个第三针我们脱下一个线圈 接下来下一针 线绕下去织一个下针 然后把线绕上来 织两个上针 绕下去 一个下针绕上来 两个上针 一个下针 一个下针 中间就是按照这样的规律 两上 一下交替变质 最后两针 织两个上针 第二行就织完了 接下来第三行 全部不加不减 织下针 第三行织完之后 我们一组花样就完成了一半 接下来翻到反面 我们来看 第四行 第五行 第六行 这三行的图解和一到三行是完全一样的 也就是说完成之后 在织物上呈现的花样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第四行现在是在反面行 它的织法和我们第一行是有所区别的 在织反面行的时候我们看图解要从左向右来看 第一针 空格的符号 在正面行织下针 那么反面行我们就要织上针 先织一个上针 然后是左上两针并一针 注意在反面行的织法 右磅针以织上针的方式 同时穿过前两个线圈前面这根线 织一个上针 接下来连续的两个空夹针 直接把线绕上来 一 二 接下来这三针我们要织一个中上三针并一针 我们来看一下反面怎么织 第一针以织下针的方式调下去不织 第二针以织下针的方式调下去不织 然后注意左磅针从右边 从第一针这个右边入针 把这两针反着挑过来 然后右磅针同时穿过这三个线圈 织一个上针 我们来看一下在正面呈现的 也是中间的一针在上面 接下来继续两个空夹针 一个中上三针并一针 第一针以织下针方式调下来 第二针以织下针方式调下来 然后左磅针从第一针右边入针 把这两针同时调回来 右磅针同时穿过这三个线圈 织一个上针 完成中上三针并一针 然后继续来编织 两个空夹针 一个中上三针并一针 两个空夹针 接下来继续 反面就是按照这样的方法来编织 织到最后剩余三针的位置 织到剩余三针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右上两针并一针 第一针以织下针的方式调下去不织 第二针以织下针方式调下去不织 然后左磅针从第一针右侧这样入针 把它挂回来 然后把这两针同时织一个上针 最后一针织一个上针 第四行就织完了 接下来第五行 两个下针 两个下针 一个上针 先绕下去 两下 一上 两下 一上 第五行就是按照这样的规律来编织 最后的三针都织成下针 第五行就织完了 翻到反面 第六行 不加不剪全部织上针 第六行织完之后 一个完整的花样就织完了 接下来就是重复这六行的编织 第七行的织法和第一行一样 第八行和第二行一样 以此类推继续向上编织 接下来大家就继续向上编织 先织到一百一十五行 现在我已经织完了一百一十五行 接下来上面的部分我们要在两侧编织斜尖 注意一百一十五行是正面行 接下来翻到反面编织一百一十六行 一百一十六行前面的部分按照正常的花样规律 向后编织 织到结尾剩余七针的位置 这里我们可以提前在左侧数出来七针 在这里挂一个记号扣 前面的部分按照正常的花样来编织 先知道记号扣标记的位置 知道记号扣这里的时候 后面这七针不再编织 我们直接翻面 在正面来编织下一行 把线绕到右棒针的上面 然后把第一针以织上针的方式调下来不织 把线向后拉,拉紧一点 这时候这一针在右棒针上变成了两个线圈 我们把这两个线圈看作是第一针 接下来后面的部分按照花样规律继续编织 织到左棒针上剩余七针的位置 同样我们在左侧数出来七针 挂几号扣 知道记号扣标记的位置 知道记号扣这里的时候 剩余的七针就不织了 直接翻到背面编织下一行 把线放在右棒针的上面 然后第一针以织上针的方式调下来不织 然后把线向后拉紧再绕上来 完成第一针 接下来后面的针目按照花样来编织 这里第一针就把它织成上针 然后从下一针开始编织花样 一个空夹针 然后织一个反面的中上三并一 然后织一个中上三并一 其余的针目继续按照花样来编织 织到上一个记号扣前面六针的位置 这里我们同样先数出来六针 数的时候要注意记号扣右侧的第一针 这里是上一行的银反针 这两个线圈我们要把它看成是一针 一二三四五六 数出来六针之后挂一个记号扣 接下来继续编织 知道记号扣标记的位置 知道记号扣这里的时候 翻到正面 把线放在右棒针的上面 然后第一针以织上针的方式 调下来不织 后面的针目按照花样继续来编织 织到记号扣前面剩余六针的位置 注意这里记号扣前面第一针 两个线圈把它看成一针 然后继续向前数 一二三四五六 这里大家多准备几个记号扣 在每一个银反的位置 我们都需要挂上记号扣 这一行大家就继续往下编织 直到记号扣标记的位置 直到记号扣这里的时候 同样停止编织 翻到反面 我们继续来编织下一行 接下来的部分 大家就继续按照这样的方法来编织 就这样来回的编织 每一次都是织到下一个记号扣 前面六针的位置 每一次银反都要标上记号扣 一共需要编织七次这样的银反 这部分大家就自己把它织完 现在我已经完成了七组的银反 那么两边分别挂了七个记号扣 接下来下一行我们要编织销行 这一行就不再编织花样 都织成上针 先知道我们左边 第七个记号扣标记的位置 知道记号扣之前的这一针 我们来看 是之前银反的这一针 上面有两个线圈 我们把它看成一针 直接同时挑起这两个线圈 织一个上针 然后继续向前编织 知道下一个记号扣前面 同样两个线圈看成一针 同时制一个上针 然后继续向前编织 剩余的针目 大家都按照这样的方法 把它织完 把这一行全部织完之后 翻到正面 接下来来编织最后一行 最后一行需要在中间预留40针 作为后领窝 两边各49针 大家自己提前把这个位置标记出来 接下来织下针 直到我们刚才右边记号扣标记的位置 织到这里的时候 刚才这两个记号扣中间的部分 需要把它平收掉 记号扣取下来 先织两个下针 然后用左棒针 把第一针这个线圈挑下来 这样就收掉了一针 然后继续再织一个下针 前面一针挑下来 再织一个下针 前面一针挑下来 就按照这样的方法来平收 把下一个记号扣 前面的这些针目都收掉 收到这个记号扣 前面的时候 右棒针上还剩余了一针 这一针也是属于中间的40针 也需要把它收掉 记号扣取下来 再向前织一个下针 然后把刚才这一针挑下来 这样中间的部分就全部收好了 接下来继续向前编织 剩余的针目全部织成下针 直到记号扣前面的时候 这一针两个线圈 同时挑起来织一个下针 按照这样的方法 把剩余的针目都织完 织完之后翻到反面 我们来把棒针上的针目收掉 在反面收针的方法 先织两个上针 然后把第一针挑下来 这样就收掉一针 然后继续 织一个上针 把前面一针挑下来 这就是我们在反面收针的方法 大家就按照这样的方法 把这部分收完 收到这个领口的位置 最后一针收完之后 线圈拉大 这里我们可以把线头留的长一点 然后断线 把线头穿到最后一针这个线圈里 拉紧 这部分收针就完成了 接下来 另一侧 翻到正面 我们接线在正面收针 先织两个下针 然后把第一针挑下来 然后继续 织一个下针 前面一针挑下来 织一针挑一针 把左棒针上的针末都收完 这一侧收完之后 线头也是留的长一些 然后直接断线 这样我们后芯片就完成了 后芯片织完之后 我们来编织右前芯片 右前芯片 底边的织法和后芯片是一样的 起64针 然后向上编织 22行的单落纹 注意最后一行全部织成上针 那么底边完成之后 我们来看花样的织法 这里也是需要换成9号针来编织 花样前面的部分和后片的织法也是一样的 那么大家就先按照后片的方法编织 织到剩余四针的位置和后片不同 我们再来讲解 织到剩余四针的时候 我们需要注意 这里和后片的织法不一样 我们需要再织一个中上三针并一针 然后一个空夹针 一个下针 这样第一行就织完了 那么后面排花的时候都按照这个顺序来编织 这部分大家对照图解来编织就可以了 这里我们需要先织到112行 大家就自己把它织完 现在我已经织完了112行 接下来我们开始收前领口 这时候行数从第一行开始计算 第一行需要在开头剪掉两针 第一针调下去不织 第二针织一个下针 然后把前面一针调下来 收掉一针 然后再织一个下针 前面一针调下来收掉两针 两针收好之后 剩余的部分按照原来的花样规律 继续向后编织把这一行织完 第一行织完之后 第二行反面行不加不减 按照花样规律把它织完 第三行开头剪两针 剪针的方法和第一行一样 第一针调下去不织 第二针织下针 然后把第一针调下来 继续织一个下针 第一针调下来 这样就剪完了两针 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下 右棒针上的这个线圈作为第一针 剩余的针目全部按照花样织完 第四行不加不减织完 接下来从第五行开始 右侧继续保持剪针 左侧要开始编织引反 这个引反的编织规律 和我们后芯片是一样的 第一次引反先要在左侧输出来七针 在这个位置挂一个接号口 注意我现在讲的是B码的编织方法 从第五行开始引反 大家在织A码的时候 引反是从第九行开始的 这里一定要对照图解来编织 我们来看B码的第五行 开头仍然是先剪两针 然后后面不加不减的编织花样 织到记号口标记的位置 织到记号口这里的时候 直接翻到反面织下一行 这里引反的织法和我们后芯片 左侧引反织法是一样的 第一针调下去不织 把线拉上来 后面的帧目编织花样 把这一行织完 接下来第七行进行第四次的剪针 在左侧记号口前面六针的位置 需要编织引反 现在开头剪好两针 后面编织花样 直到刚才记号口标记的位置 直到记号口前面的时候 翻到反面编织第八行 不加不减的 把这一行织完 第八行织完之后 我们继续在正面行右侧减针 收领口 在左侧编织引反 按照刚才的方法向上编织 接下来的第九十一 这两行需要减两针 在第十三十五十七 这三行分别在右侧减一针 那么在左侧就是每一次 向前引反六针 引反的方法和后领口 左侧是完全一样的 大家就参照我们前面所讲的方法 把这一部分织完 织完第十八行 现在我已经织完了第十八行 我们来看一下完成后的效果 在右侧完成了领口的收针 左侧进行了七次的引反 接下来编织最后一行 销行 这一行全部织下针 遇到记号扣前面的引反针 就直接把它两个线圈织成一针 把这一行织完 销行织完之后 翻到反面来收针 收针的方法和后生片反面收针的方法一样 收完左棒织上所有的织目 收针 收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完成后的效果 右前生片完成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左前生片的织法 先打一个活结起针 然后套在十号棒针上 注意右前生片这里是连起两个下针 也就是把第一针看成下针 然后第二针 再起一个下针 第三针起上针 第四针下针 起针的方法和前面所讲的是一样的 只是顺序有所变化 这里也是需要起64针 大家就按照这个顺序完成起针 起针结束之后 我们织22行带落纹 然后就开始编织花样 注意这个花样的织法和右前生片是对称的 大家在排花的时候对照图解来编织就可以了 这部分大家就自己先把它织完 先织到111行 现在我已经织完了111行 接下来从下一行开始 我们要在反面行的右侧减针收领口 反面行减针的方法 第一针以织上针的方式调下去不织 第二针织一个上针 然后把前面的一针调下来 收掉一针 然后织织织一个上针 前面的一针调下来 收掉第二针 收完两针之后 后面的针目按照花样规律把它织完 下一行113行 正面行不加不减把它织完 接下来我们就还是按照相同的方法来编织 在反面行的开头进行减针 减针的规律和右前芯片是一样的 一共需要减掉15针 在织第三次减针 也就是第五行的时候 需要在左侧编织引反 引反的织法和后芯片的右侧也是完全一样的 大家就按照我们前面所学的方法 把这一部分织完 织完之后在正面收针 我们左前芯片 大家就自己把它完成 把三个芯片分别织完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缝合 缝合的时候 后芯片反面向上的铺在桌面上 然后把前芯片按照对应的位置 正面向上放上来 注意 我们前面收领口的位置要放在中间 接下来我们需要缝合从底边到一身腋下的位置 注意这里需要提前用记号扣把它标记出来 这个位置就是从底边织完这个正身开始向上的68行 大家数好之后提前标上记号扣 我们需要缝合的位置就是从底边到记号扣的部分 用缝一针穿上一根线 先把侧面的边缘像我这样剥开一些 我们先从下面的这一片 这个右下角来入针 调起来最边缘的两根线 穿过来 然后下一针缝上面这一片 上面这一片同样把它剥开一些 接下来从正面这个角 最边缘的地方入针 向左挑 挑起来两根线 穿入两根线 然后把线拉出来 这个线头可以和底边起针的这个线打一个结 防止它脱落 这一侧缝完之后 接下来缝下面这一片 下面这一片 也是从这个正面入针 从刚才出现的这个洞穿进去 向左调两根线 线拉出来 轻轻地拉一下 接下来挑上面这一片 从刚才出现的洞入针 向左调两根线 然后继续下面 从出现的洞入针向左调两根线 然后上面这一片 同样调两根线缝合 然后继续 下面这一片 这部分缝合就是按照这样的方法 每一次都是从这个出现的洞入针向左调两根线 每次拉线的时候不需要拉得太紧 一定要保持织物原来的弹性 大家就自己把这一部分缝完 缝到我们左侧记号扣标记的位置 现在我已经缝到了这个页下标记的位置 大家在缝合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这个上下两片的对应关系 这里可以参考我们编织中形成的这些格子 把它对应的缝起来 把最后一针缝完之后 线穿到背面 然后翻过来 在这个接口的地方来回的缝几针 加固一下 完成之后把多余的线头穿到 这个篮里面 剪掉 这一侧就缝合完成了 接下来大家按照相同的方法 把另一侧腋下一身也缝合起来 前后生片都织完之后 我们来编织连尖片 先打一个活结 然后套在9号棒针上 再织这个连尖片的时候 起针的时候 把它都起成下针 刚才的这个线圈看作是第一针 那么第二针 直接在这个上面织一个下针 第三针继续起下针 全部起成下针 一共要起35针 35针起完之后 接下来编织单螺纹花样 第一行一个下针 一个上针 按照一下 按照一下以上的规律 编织单螺纹花样 第一行织完之后 翻到反面 反面行就是 以上一下交替编织 大家就按照这样的方法 编织单螺纹花样 织到55行 现在我已经织完了55行 这里先不要断线 这个线头在左边的时候是正面 可以在正面任意位置挂一个记号扣 便于区分 接下来就要把连尖片的这个两侧 和前后身片的顶端缝合在一起 把这个连尖片正面向上的放在这个织物的肩部 然后起针的一侧放在领口一侧 连着磅针的这一侧放在袖子这一边 我们就先来缝前片 把这两片正面向上的对在一起 然后在这个最边上的地方别一个记号扣 接下来我们可以对折一下 先找到终点的位置 这是深片的中间 然后连尖片的中间找到这个位置 扣在一起 这里我们就用深片留下的这个长线头来缝合 从右向左 缝合的方法和底边是一样的 从右侧最下面开始缝 最边上的这个洞入针向左 调两根线 然后深片这一侧 从最边上的洞入针调三根线 继续从出针的洞入针调两根线 然后深片调三根线 一边缝合一边观察一下这个间距 然后继续 尖片调两根线 深片调三根线 大约就是按照这样的间距来缝合 这个条的线 大家可以根据这个间距自己来调整一下 调两根线或者三根线都可以 尽量把两侧缝到匀称一些 注意这里一定不要拉得太紧 要保持织物原来的弹性 先按照之前的定位缝到中间的位置 缝到这里的时候 取下记号扣继续向前缝 缝完剩余的部分 缝到最边上的地方 把这个线穿到后面 然后在后面这样来回的加固几圈 多余的线头穿入到这个篮上面 直接剪掉 这一侧就缝合好了 接下来按照相同的方法 把后片和连间片也缝合在一起 现在我已经把这个两侧都缝合好了 接下来左边的这一圈 就是我们调制袖子的位置 来看一下这个调制的方法 我们就用刚才连间片上 剩余的这个线头向左调制 接下来从这里到腋下缝合完成的位置 这部分要调出来39针 先挂一个记号扣 然后直接用这个右棒针 从身片的侧面调两根线 制一个下针 这样就调好了第一针 然后继续在挨着它的位置 再调一针 制一个下针 接下来这个大洞里调一针 制一个下针 继续 再紧挨着它的每一个洞 各调一针 先调出来五针 调完五针之后 我们间隔一个洞 在下一个洞里再继续调 这里一共是48行 我们要调出来39针 大概就是每调五针 控一针 调五针 控一针 我们把握住这个匀称度 调制就可以了 调到这个缝合位置的时候 一定要保证这里是39针 调到缝合位置的时候 同样的方法在另一侧 继续向前调 这一侧要求调出来38针 现在我已经调完了这一侧的38针 回到了这个单螺纹的位置 刚才单螺纹是织了55行 我们还需要继续向前织 把这个56行织完 这里因为这个袖口的针目比较少 我们需要用4根短直针来圈织 还是用这个9号针 我们先用第一根短直针 把记号扣前面的针目织过来 这里一共是35针 还是按照原来 一下以上的规律来编织 织到记号扣前面 剩余一针的位置 织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拿出第二根短直针 开始编织 绣片的第一行 把这个记号扣取下来 这里大家要对照绣片的详细图解来编织 单螺纹上的最后一针 织成一个右上两针并一针 直接织到这个第二根棒针上 接下来是两个空夹针 一个中上三针并一针 从这里开始 就是按照我们花样的编织方法来编织 织到刚才页下 中间记号扣标记的这个位置 织到中间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换成第三根棒针 继续向后编织 注意这里一定要顺眼 刚才的花样编织规律 织到最后剩余一针的位置 织到左棒针上剩余一针的时候 这里我们需要织一个 左上二并一 这时候把这一针挂在这个单螺纹 这一针上面 然后就直接把这前两针 织成一个左上二并一 这时候我们把环形针替换下来 用第四根棒针 再把单螺纹花样剩余的部分织完 注意这里的第一针是一个上针 把这根针上的针目全部织过来 把这一根针织完之后 我们来看 袖子的第一行就完成了 注意从这里开始是编织第二行 大家要按照第二行的织法来编织 这个花样的织法和我们芯片是一样的 把这两根棒针上织花样 单螺纹的这个棒针 就一直保持单螺纹向下编织 可以在开头交界的这个位置 挂一个记号扣 我们知道这个红色记号扣的位置的时候 就表示完成了一行 腋下的部分这个位置 再挂一个记号扣 这一针这个位置 是我们将来进行减针的位置 接下来就用替换下来的棒针 编织下一个棒针上的针目 注意我们这个开头第一针 这里要织成一个下针 然后按照花样的规律编织 一个上针两个下针 一上两下交替编织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因为我们现在采用的是圈织的方法 每一行都是在正面编织 这部分在编织的时候 我们全部按照正面的方法来织 看图解的时候 全部从右向左来看 第二行织完之后 第三行 前两根针 不加不减 全部织下针 然后第三根针织单轮纹 把第三行织完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是重复 这个一到三行的编织 这里和芯片的织法是有所不同的 在这里我们每一行都是在正面编织 我们就重复编织前三行的织法 继续向上编织 先织完第十一行 也就是三组花样 多两行 第十一行织完之后 我们在十二行 要在页下的这个位置 左右各减一针 先按照花样的规律 不加不减之下针 织到第一根棒针上 剩余两针的位置 剩余两针的时候 这两针我们要把它织成一个 左上两针并一针 这样就剪掉了第一针 接下来下一根棒针上 前两针要织一个右上两针并一针 这样就剪掉了第二针 我们这一行的剪针就完成了 后面的针目按照原来的织法 把它织完 第十三行 我们前面还是按照花样来织 因为我们在上一行 这个位置剪了两针 所以在织到这里的时候 花样有所变化 这一点大家对照图解来编织就可以了 第一根棒针上织完 最后一个三针并一针的时候 注意这里 织一个空夹针 然后把最后一针织成下针 接下来第二根棒针 织一个空夹针 剩余的部分按照原来的花样规律 继续向后编织 把这一行织完 第十二行织完之后 后面的部分继续向上编织 我们币码的剪针规律是 每十二行进行一次剪针 一共需要减十一次 接下来第二次的剪针就是在二十四行 剪针的方法和十二行是一样的 一共需要减十一次针 织到一百四十二行 这部分大家就自己把它织完 现在我已经织完了一百四十二行 一共是四十七组花样多一行 那么最后多的这一行 也就是一百四十二行 这一行全部织成下针就可以了 织完之后换成十号针来编织绣口 绣口织成丹罗文花样 就直接按照一下以上的规律来编织就可以了 那么后面的针也要换成十号针来编织 这一行算作是丹罗文的第一行 我们一共要织十六行的丹罗文 这部分大家就自己把它织完 现在我已经织完了十六行的丹罗文花样 现在我们来收针 注意这里第一针是下针 在收针的时候要把它织成上针 直接织一个上针 然后第二针是一个上针 我们在收针的时候要织下针 注意这里捏住右棒针上这个线圈 把棒针抽出来 然后放到线的上面再穿回来 这样就交换了这个线的位置 然后织一个下针 把第一针挑下来 这样就收掉了第一针 下一针是下针 这里要织成上针 同样捏住这个线圈 把针放到线的下面 然后穿回线圈 织一个上针 前面的一针挑下来 这样就收到了第二针 然后继续捏住线圈 针放到线的上面交换位置 然后下一针织一个下针 前面一针挑下来 捏住线圈 交换线的位置 下针织成上针 然后把前面一针挑下来 继续 捏线圈换位置 上针织下针 前面一针挑下来 我们收针就是按照这样的方法 大家就继续完成后面的收针 收完棒针上所有的针目 最后一针收掉之后 线圈拉大 把线头穿进来 接下来我们拿出一根缝一针 把线头穿入到缝一针里 来处理一下这个接口 从正面把这个线头 穿入到第一针这个线圈里 然后翻到背面 顺着织物原来的这个纹理 来回的缝几针 多余的线头藏一下剪掉 我们袖子部分就完成了 大家用相同的方法把另一只袖子也挑织完成 袖子织完之后我们来挑织门巾 先来挑右门巾 这里我们也是在正面挑织 这里用到的是10号针 磅针从最下面这个角 入针 调两根线 接线调出来第一针 接下来挨着这一针 在左边这个洞入针挑出第二针 然后继续挨着挑第三针 第四针 门巾的挑针就是按照这样的方法 一行对应一针 一针一针挨着向左挑 一直挑到前面开始减针的位置 现在我已经完成了这部分的挑织 这里一共是挑了134针 刚才挑织的这一行就把它算作是门巾的第一行 接下来翻到反面 第二行按照一上一下的规律来编织 单裸纹花样 直到最后的时候最后的两针都织成上针 这部分就按照这样的规律来织 这里大家就先织单裸纹花样 直到第六行 现在我已经织完了前六行 第七行的时候我们需要留四个扣眼 来看一下具体的方法 注意这个第七行是在我们异物的正面 先正常编织十针单裸纹 接下来要织我们从下向上的第一个扣眼 先织一个空夹针 然后左上两针并一针 那么这样就织好了一个扣眼 接下来继续织32针单裸纹 织好之后织第二个扣眼 同样空夹针 左上两针并一针 织好第二个 接下来继续向前编织第三个和第四个扣眼 中间都是间隔32针 织完第四个之后最后剩余20针 大家就自己把这一行织完 第七行织完之后继续向上编织 在织第八行的时候 织到扣眼的位置就正常按照原来的单轮 怀仰规律向后编织就可以了 这里我们完成了七行 还要继续再向上编织五行 一共织12行的门巾 织完之后按照绣口的方法收针 现在我已经织完了这一片的门巾 我们来看一下完成后的效果 这一片完成之后 大家再用相同的方法把左前身片的门巾 调织完成 注意这一侧的门巾在编织的时候就不需要留扣眼了 调织完之后直接不加不减的 织丹罗纹花样就可以了 把两侧的门巾都调织完之后 我们还剩余一个领口需要调织 领口的调织方法和我们之前讲过的袖子以及门巾的调织方法是一样的 从右前身片这个门巾的顶点开始接线调织 绕一圈把它调过来 然后再往返编织单罗纹花样 现在我已经完成了领口的这个调织 大家在调织的过程中要尽量让这个调织的针脚匀称 这里我一共是调了163针 调织的这一行把它算作第一行 接下来翻到反面织第二行 在织第二行的时候 先织两个上针 然后编织单罗纹 织到最后的时候 这两针也是要都织成上针 我们现在织的是第二行 大家就按照这个规律继续往下编织 织到第四行 现在我已经织完了前四行 第五行 先织六针单罗纹 在第七针的位置织一个扣眼 空加针 左上两针并一针 在一灵上我们只需要留这一个扣眼 接下来就继续往后编织 现在织的是第五行 我们一共需要织十行单罗纹花样 十行织完之后 再按照单罗纹的收针方法收针 大家就自己把它织完 现在我已经织完了领口的十行 并且完成了收针 最后需要把领口的线头藏一下 穿到一根缝衣针上面 然后翻到反面 把线头按照织物原来的纹理 这样穿过来 然后再缝到背面挑织形成的这些篮里面 把线头藏好 就可以断线了 我们领口就织好了 领口完成之后 大家把我们织物上多余的线头藏一下 这件衣服就完成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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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